OK 我现在来讲一题 先讲一题比较简单的 剩下的我下一次再讲 剩下刚刚讲的那个磁星球的 下一次再讲 好现在呢我要出一题呢 很类似的题目 非常类似 我把它画在这边 我们现在有个导体球 有个导体球 但这个导体啊 我把它切成两板 导体球呢 半径呢是A 我让上半部 上半部 维持在正V的电位 下半部 维持在负V的电位 中间有一条绝缘绳啊 把它割开来 绝缘绳的厚度呢无穷小 请问一下 外面的电位会怎么分布 或者是里面的电位怎么分布 好 我们怎么办 第一件事情 我们讨论的外面 或者是里面 通通都没有电荷 所以最基本的 还是遵守怎么样 LA PLUS EQUATION 那我们就要开始 想办法把Boundary Condition 写出来了 我们一看 发觉是球 那我们的经验就告诉我们 用球座标最方便了 那就很好办啊 对不对 那我可以把Boundary Condition 变一变就好了 那我怎么变呢 我是不是V 第一个 R等于A的 R等于A的时候 Z呢 Z在0到2π的位置 还是 Z我就要决定 坐标轴啊 在这个例子里面啊 因为时间不够了 所以不让各位猜了 我就把Z轴定在这边 不然你们还要去想想看 Z轴怎么定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是不是 Z呢 在0到2π中间 5任意他懂 要等于正V 下半步呢 V在R等于A的时候 Z答在2π 我先这样好了 非常靠近他 到正π中间 要等于-V 是不是 我编辑条件就定出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解 那简单啊 这怎么解 这个直接 这一看 你发觉一件事情 因为他在这个 φ的方向上面啊 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这边的V啊 绕一圈还是同样的V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在这方向完全对称了 所以我们V啊 干嘛去考虑φ呢 就不考虑了 V干嘛去考虑φ 就不考虑了 这样就好了 哇 那这样容易很多啊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V呢 我们的Laplace呢 立刻就可以把它分解了 对不对 这样一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展开来变成什么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利用变数分离 所以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我们把二带到一带到除以二 马上就把它分开来了 整个的equation呢 立刻呢 就可以分开来 我们分开成什么东西 大R分之一 前面要一个大Theta分之一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大家都R平方 好乘上R平方 乘上R平方 这一层 这个就不见了 这个就不见了 所以呢 一看 这个地方只跟Theta有关系 这个地方 只跟大R Function of R有关系 是不是变数分离完成了 对不对 根据我们先前的经验 我们马上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地方呢 我看看 这边会等于 我们让它等于 负的N乘上N加1 这边就等于N乘上N加1 所以我们很快就列出两个式子出来 下面一个呢 这个在下面 所以这边不用 我们就得到这边 我们就得到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这一看 这个解呢 我们先前已经解过了 这个解呢 可以写成ANR的N次方 BNR的N加上1次方 这个解呢 这个解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 Feta里面呢 要变数变换之后 它的解就等于Pn Cosin Fet OK 那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我们原先呢 位置数是V R Theta 经过变数分离之后 它变成大R 大Theta 然后我们又引入一个叫N的什么东西 对不对 最后呢 我们就得到他们的解 有了这个解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带入第二个式子啊 因为当初是这样分解的 现在重新把它凑起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从这边马上就知道 既然你有这么多种N N等于0 1 2 这样下去 代表你有这么多种N 所以这边都是位置数哦 那代表你有这么多种解答 你有这么多种N的解答 就代表你有这么多种Theta 那我们将这些的数字啊 1 2 3 4 你看看 我们只要 式子就解出来了 我们把3跟4 带回第二个式子里面去 那么你就发觉 当你把R N 乘上P N 这个时候得到的呢 是一个V的N 而不是V 那这时候V要怎么办 V就很简单啊 它们叫Summation N 我乘入一个不晓得什么的常数 叫KN 乘上这两个相乘 那你这边是不是就得到 AN R的N次方 BN R的N加E次方 在乘上 在乘上P N 是不是 就变成这样子 整理一下 我把这个乘这个 叫做Plant 这个乘这个叫做Plant Summation N AmPlant P N 我就是得到这个解的通识 对不对 当你很有经验的时候 它答案根本就算都不用算 噼里啪两三下 答案已经跑出来了 已经跑出来之后 剩下只要决定常数想就可以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假设你在Outside 是在外面 外面有外面的特色 外面有什么特色你知道吗 这边我在讲 这两个都只是表面的点位 外面呢 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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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电位等于多少 零嘛 不受到他们的影响 一个正电位 一个副电位的 的半球 我到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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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消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V在怎么样 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等一点 OK 所以当我们这个来看 当R很大很大很大的时候 我们编号一下好不好 这叫boundary condition 1 2 3 3好像先用起来比较爽一点 还有boundary condition 3呢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V在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它会等于0 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数字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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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见了 就剩下很大的一个N次方案还是很大 那是不是得到个ANプラ 乘上R的N次方 有没有submission PN 它一定要等于0 R会不会等于0 不会 因为它很大 R的0次方也是1啊 PN会不会等于0 不是所有的地方等于0 只有在某些地方等于0 某些PN的强度 只有在这几个点上面等于0 它不会所有的地方都等于0 那这个很等式 是任何个地方通路都要存在的 所以我以为办法谁等于0 ANプラ等于0 ANプラ一旦等于0 那V是不是可以再重写一下 V outside out 是不是就可以等于summation N 现在只剩下BN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剩下一个问题 我们还可以用哪边的边界条件 表面的边界条件 对不对 再来一个呢 Boundary Condition 1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 2 两个都要用进来 它告诉我V 在R等于A的时候 会有两个数值 第一个它可以等于正V 第二个等于负V 什么时候等于正V 当θ打在上0到2分之π的时候 那它是不是 那它是不是 summation N BNプラ R的N加上1的PN PN是cosθ的函数啊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θ呢 它这个一定要限制在0到2分之π里面 另外这个呢 也是一样 只不过θ要限制在2分之π 到π的这个档中 好了 那我们BN怎么办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将BN求出来 BN Plan 我们怎么办 同样的办法 因为我们知道 p的本身有一个正交公式 我们已经用了嘛 现在还有个正交啊 正交公式要把它用进来啊 只不过你发觉 正交公式里面相乘的 对cosθ的积分 是从负1积到正1 也就是说 它的θ是从0积到π 从负π 从π积到0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一样化 呼噜啊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编号一下 叫做第 这个叫第六 这叫第七 我们管它散却 把第七个式子呢 乘上pm cosθ 然后对cosθ 几分 我只能这样做 不然我能 我能怎么办呢 因为这样子 我才可以运用到最左边的那个正交公式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横等式的左边 左边有正或者是负 那我是不是 我会变成一个 左边是vr等于a的地方 我乘上了pm dcosθ 负1到正1 我先把 这个写下来 那右边那是等于什么 形式一样嘛 summation of n bmpland 因为bmpland 本身就是个常数啊 位置数的常数而已 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我积分是对cosθ 所以不对r作用 r可以提出来 里面就得到怎么样 pn pm dcosθ 负1到正1 左边这个简单 这个数字马上就告诉我们 这样就好了 那左边的这个积分呢 就要变成两个积分呢 我先第一件事情 我先从正1 0到正1 因为在这个的范围里面啊 v是正v 再加上另外一个呢 我从负1记到0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负v 这样就好 对不对 那这两个可不可以求 v是常数嘛 我可以提出来 我可以提出来 是不是只剩下这个 这个东西在积分而已啊 对不对 这个积分是指k球啊 你不晓得它等于什么 去查表 ok 查表 我看查不查得到 来 我找到一个了 这两个 这两个都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边立刻就变成v提出来 那你会得到一个 哦 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数值一定能够解的 我们先暂时放在这边 假设解出来 左边就已经知道了 右边呢 因为只有跟m一样的地方 才可以保留下来 那只能够跟m一样的地方 保留下来 那就等于bmplung 除以r的m加上1 乘上2 除以2m加1 那这样子是不是bplungm 就可以求得出来了 bplungm是不是等于 这一大串 乘上r的n加1次方 除以2乘上 2除以二分之一 bplung bplung一旦求出来了 是不是out就求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很快的 就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好 vout就把它整个写下来 所以它是不是就等于 summationn 啊算了 bplung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那边吧 整理一下 就相当于我们答案都在这边了 是不是 我们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这样子写了 但事实上这里面呢 你要是仔细看的时候 你就会用积函数偶函数下去分辨它 当然是偶函数的时候 两边的积分 连两边都一样 两边的积分数值一样 相间就等于0 要是积函数呢 两边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最后积完之后就变成半边的两倍 对不对 你就可以用这样下去分辨它 自己再下去做 那里面怎么办呢 假设我讨论到里面怎么办呢 里面要讨论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当R等于0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原型点 电位等于多少 当然我可以直接的判断出 它应该是0 但你怎么知道它是0 假设没有这个人 有把握的时候 起码这里面的电位 一定要等于有限值 它不会发散 因为上面等于正V 下面等于负V 里面可能等于无穷大吗 不可能嘛 所以它一定要等于一个有限值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个条件 带入我们这个一般通事的时候 当R等于0 R趋近于到0的地方 R等于0 这个是不是发散了 对不对 R等于0的时候 它在分抹这个发散嘛 你唯一让它不发散的地方 就要让BN等于0 所以内部的时候 反而没有这一项 OK 外部才有这一项 内部只剩下里面这一项 你看看外部我们计算完 这只剩下R N加一分之一的这一项 内部就剩下前面 对不对 你用这样下去判断 就可以全部都把它解决掉 好 这是Boundary Condition 4 那经过我们那边的计算之后 我们V的整个的总形式已经出来了 Summation N A N Plan R的N四方 B N Plan 它的解是这样子 一般的通解 这是第五个式子 然后这两个呢 是外面的解 现在开始看里面的解 BC4带到里面 带到一般的通事就得到里面的解 它告诉我V在R等于0的地方 它要等于有限值 但是假设这样子 但是假设这样子一摆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第五个式子一放的时候 Summation N A N Plan R7709好了 RN 再加上BN Plan 除以R的N加上E 再乘上PN的cosθ 会有个问题耶 这一项呢 发散 那不行啊 我们不能让它发散 发散就没细唱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B N Plan 要让它等于0 管它任何时刻通通等于0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解呢 V in呢 就是剩下一个式子 就不能这样 那我只要把A N Plan 解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是第几个式子 6 7 这叫第八个式子 那我们要把A N Plan 解出来 我们就利用正交的特性 我们把第八个式子呢 乘上P M 再对cosθ几分 从哪边几到哪边 负1寄到正义 就好了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我最好的一件事情是 先把Bondery Condition 再带进来 我把Bondery Condition 1 Bondery Condition 2 把它带到第八个式子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左边呢 会变成什么呀 正负1 正V 或者是负V 会得到什么 Summation的N A N Plan R N次方 P N的cosθ 这个时候要求θ呢 是在0到2π之间 2分之π之间 那这边也是同样的形式 只不过这边的θ 要求在2分之π到正π之间 只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把这个式子 叫第九个式子好了 就代表我真正要做正交 是在第九个式子 做正交函数 这样比较好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左边呢 就变成两个数值相加 一个是0到正1 它是V PM D cosθ 再加上0-1到0-V P cosθ 这是左边的 右边呢 就等 summation M N 的AN Plan 乘上A 因为现在已经是在A 抱歉 这边带进来 这边是A A的N次方 另外这边是什么 负1到正1的 PN PM D cosθ 这一算 马上就告诉我们 这边要等于2 over2N加上1的 ΔNM 只有当N等于M的时候 它才存在 所以呢 你就会得到个 AM Plant AM 乘上2 2 除以2M加1 就变成这样子 左边这个 是可解的 V 提出来 就变成两项积分 0到正1 负1到0 的一个积分 那是不是AMPlant 就可以解了 就可以解得出来 抱歉 这个地方带进来的时候 这边呢 我也忘了 R等于A 所以这边通通都要A 所以刚刚这边 少写了 A OK OK 那有了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的A A NPlant 就可以确认 它可以等于怎么样 V 乘上 2N加1 A1除以2 乘上 这个积分 那A M分之1 除过来 A的 负M之方 这样就好 那我们是不是 这边得到这个 所以里面外面的 通通都解完了 OK 有没有问题 好 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对不对 其实没有什么复杂 第一个只是变数分离 你们不熟悉 熟悉一下就好了 第二个呢 是怎么样利用 Legender Polynomial PN的 PN不熟 所以我将它的解心 画在左边那边 当作一个参考 第三个 怎么使用它的证教特性 证教特性 简单的会用 碰到这一题 发觉证教特性 比较复杂一点了 但是没有关系 你们还是可以 把它解得出来 OK 好 有没有问题